大家好,我是飛龍 想說一群藝人 有愛無性的婚姻生活 不看這些資料,完全猜不到 這些真是匪夷所思 不過未說這群藝人之前,先說一對 當年是同居生活的情侶 但他們都是有愛無性的 是哪位?就是Dudu姐 和第一位男朋友,金國亮 Dudu姐出道了48年 當中承認過愛過的人,只有金國亮和女方 當年1980年時,Dudu姐認過 他喜歡過才子金國亮 當年Dudu姐 在1979年時,拍過父親娘 和金國亮相戀而同居 在一起時,全國有幾次有分訊 Dudu姐一直都說過,小時候因為有些童年陰影 所以他一直對婚姻都是不信任的 最後在1990年時 還意外宣佈 大家分手 事後金國亮就說分手是由女方提出的 而當時他說分手的原因是兩人 其實是沒有性生活的 當時說沒有性生活的理由 就是說Dudu姐 以信仰為理由 拒絕性行為 是真的不是真的 莫非他跟女方 都是這樣 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因為後來金國亮跟他分手後 原來金國亮是喜歡男人的 其實會不會Dudu姐又知道 他旁邊的一半是喜歡男人 所以拒絕和他性行為呢 當時 不和他一起性行為 那一副只不過是一個藉口 這樣就知道Dudu姐自己才知道 其實當時是金國亮自己承認這件事 Dudu姐當然有被媒體追問 但他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當時Dudu姐只是說 不想跟對方 一人一句罵戰 分手各走各路就最好 之後 Dudu姐才跟女方一起 可惜最後Dudu姐也跟女方分手 其實我今天說一群藝人 很多都是 有我母性的在一起 其實當中都有不少難言之隱 例如吳奇隆和馬雅孫 當年他們是2001年的時候 拍一套劇叫《蕭十一郎而相戀》 馬雅孫本身就是內地的女星 吳奇隆就是台灣的男星 在2006年就登記結婚 不過這段婚姻維持到不夠三年就宣告離婚 在2008年8月的時候 吳奇隆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曾經審植口快地說了一件事 就是結婚兩年 睡在一起也不夠五次 當時人們都覺得很奇怪 究竟這段是甚麼婚姻 是當時吳奇隆太忙 才是這樣 還是他太太根本 貪他的錢 而這樣跟他結婚根本沒有心跟他在一起 但當時馬雅孫離婚之後 發表過聲明 說他自己沒有佔過前夫 一分一毫的便宜 而之後馬雅孫再婚的時候 他就有說回他之前離婚的原因 他要跟媒體說 因為經常有很多 不利的傳言 例如 百萬的賬養費 豪宅等等 他自己解釋就是他完全沒有收過 這些有關吳奇隆的 錢 或者豪宅 至於真正離婚的原因 女方只是說 他不想再為他 做任何的事 而對方也是這樣 所以大家分開 我只能說 他們的關係當時 真是太朴索迷 當初又為甚麼結婚真是很奇怪 但後來吳奇隆離婚之後 又取得一名 劉詩詩的女子 還生了個兒子 證明吳奇隆不是對這件事 沒有興趣 當時說他們兩人 有愛無性 真正原因是 只要他們自己才知道 另外 56歲 林利 跟他年輕14歲的 台灣太太 陳晶君 去年傳出過 他們曾經 要搞離婚 其實他們是2019年結婚的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林利是誰 就是小虎隊裡其中一名成員 說回他們兩人的婚姻 林利和他太太 當時說因為結婚之後 經常爭吵不斷 女方曾經公開過他們 吵架的片段 又刺責對方 騙飲騙食 結婚沒有轉介 沒有禮金 還大爆對方 有愛無性 老實說 性生活協調 是夫妻和情侶之間 很重要的一環 無論是有愛無性 或者是 某一個 對方太多性的要求 嚇怕了另一半 其實都會影響一段感情 雖則如此 之後 不夠一個月 他們又極出復合 之後是不是因為性生活協調呢 真的要問他們當事人才知道 另外曾志偉和他之前過世的妻子 朱錫珍 又名宋麗華 這名妻子在2020年的時候過世 而他們當年是1978年結婚 聽說他們兩人 婚後沒有多久 曾志偉就已經到處煎花野草 將他太太 一個人就留在 加拿大溫哥華 當時主意照顧他兩名兒子 全職上夫教子 而曾志偉就繼續在香港賺錢養家 但後來媒體報導他們兩人 其實已經分居了20年有多 還過著有名無實的夫妻生活 曾志偉有段時間曾經說過 寧願 將身家送給妻子作補償 都要換得他自己的私療自災 遊戲人間的生活 只能說曾志偉有可能 對一段感情很快就感染了 所以最後換來跟這名太太 有名無實的關係 說一對日本人 當年一公升眼淚在日本紅透半邊天的女星 澤烤苦里香 在2009年 在他人氣鼎盛時期 嫁給他大22年 高成光 結婚時還很奇怪 他們簽下一個很奇特的協議書 就是說夫妻每月只能親熱五次 每做多一次就要付款 50萬日圓 即為港幣 可能兩萬多三萬 所以最後 令夫妻生活長期不和諧 還要導致在2013年 他們只是結婚了4年 就要搞離婚 雖然有時候說那些女星是很現實 不是現實到 連這些都要逐一逐一計算 應該是個女星計算 沒有人是叫個男人自己問個女星拿錢 另外八姐姐 白韻琴 和謝偉俊 這一隊 很有名的姐弟戀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他們 人前人後都好像很恩愛 但八姐姐原來在10年前曾經在一個訪問裏面 說他們 並非如大家想像那樣 首先他就說比他年輕15歲的老公鄭偉俊 經常動手打他 真是猜不到 他是一名律師 反而律師會經常打老婆 接著八姐姐還說很委屈 這二十多年來 他都沒有碰過他 八姐姐說其實他們兩位都不知道算不算是夫妻 因為 他們是沒有性生活的 但相反 謝偉俊經常說他外面 有其他女人 即是怎樣 即是004姐對八姐姐已經沒有興趣 難得他們又不離婚 現在經常見他們在社交平台 還偶爾發一些恩愛照片 八姐姐也曾經說過 如果有選擇 下世都不會跟他一起 只能說是否有些事 能依不自已 八姐姐以前在電台 醫了那麼多 女性的 感情問題 哪邊的自己 搞到是這樣 有時 只能說世事 相當諷刺 另外我們熟悉的F4成員 吳建豪 在2013年的時候 跟 石精線結婚 但他們分後後不夠一年 不斷 出現一些矛盾 據了解 原因就是 石精線本身的加勢背景 非常雄厚 跟吳建豪相差很圓船 真的那麼圓船? 說實在是F4成員 都是一名星 那麼大事 同時還有另一個原因 另一個關鍵原因就是 吳建豪是一名 虔誠的基督徒 不但分錢 禁辱 這人很難得 其實是否找到一名好的男人 但同時 在婚後 防侍 都跟 石精線 有些不太協調 搞到兩人 經常在吵架 為甚麼不協調 莫非吳建豪 只是愛對方 不喜歡 恨防 最後搞到兩人 2018年 簽子離婚 而離婚的一剎 女方沒有要求對方給善養費 當然 之前說得好像 女方那邊很有錢 正常來說這些是反過來 應該是男方問他拿善養費 但另有媒體爆出他們真正離婚的原因就是 吳建豪的婚後仍然很喜歡 到處去玩 還要跟很多不少女生有曖昧的關係 所以搞到經常在吵架 最後只好離婚收場 因為想不到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得到 因為除了跟女生有曖昧的聯絡之外 還有一些情況 原來在特殊節日 吳建豪又不回家 最好笑 有時 他老婆 要自己銀錢 買機票 陪吳建豪工作 有吳建豪覺得 你也有錢 為甚麼要我出錢 有可能大家就有這樣的爭吊出現 另外 蔡琴和楊德昌 當年1984年因為拍戲而大家認識 第二年 大家也步入教堂結婚 將近10年 蔡琴完全為楊德昌的事業 傾力 幫助他 無私付出 最後換來楊德昌 出軌行為 搞到最後要離婚收場 離婚之後 被媒體爆他們兩個人 無性婚姻的事實 楊德昌對這段婚姻的結論就是 10年感情 一片空白 但是蔡琴就不認同這番話 他自己說 他不覺得是一片空白 因為這10年 他完全是付出那位 只能說 其實男人有可能對他沒有甚麼心 所以男人不覺得是一片空白 即是不把心在這裏 就是一片空白 就這麼簡單 總結一下 那麼多藝人 我最初以為他們 每個都是 柏欖色的戀愛 很崇高 所以就有愛無性 原來都不是 原來 所謂 無性夫妻的定義 不是完全無性愛 是只一年 性愛次數 少了10次 或者每個月 少了一次 就已經等於 無性愛 的夫妻 還要看剛才這麼多案件 很多時候 都是說到 男方外面有其他人 所以回家對著老婆反而沒有興趣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同床 異夢 當然剛才那個案件 都不是 一定是男性拒絕了 例如 女性拒絕了 但專家也有研究過 為什麼男性 很多時候 外面有外遇 回家就不肯跟老婆恨防 其中一個 原意非常適合 在外遇期間已經 揭進自己的體力 所以回家就 沒有體力再做第二次 當然如果夫妻整天 吵架的話 看到對方都很討厭 都不會去恨防 或者有些是年齡 不斷增長 雙方 對這件需要的東西 都越來越沒有 但老實說 如果男性 長期真正 跟任何人都沒有恨防 的話 其實是會有個問題 因為那件事 長期沒有用 就會變成越來越沒有用 還會慢慢開始 雄風退化 從此就有一缺不振 女性來說 如果長期沒有恨防的話 就會提早 好像手掛一樣 人都容易衰到多了十年 身體和心靈都容易空虛 所相而知原來 性事其實 是挺重要的 聽專家的解釋之下 但話實說 聽說 母性的婚姻 並不是在十大離婚條件之內的東西 有可能 你未必可以用這件事 就一定可以搞到離婚 反而有可能 你身邊那位 患了一些性病 愛知病而搞離婚 會比較容易 這就是我們大家知道的小小小小的小知識 當然 有愛無性的感情生活當然是慘 但如果反過來 有性無愛的那些生活 其實也有人更慘 因為之前聽說羅志祥兄的前度 說羅志祥就是這樣的人 雖然跟他 一齊了 但 幾乎每天 他都要約不同的女性回家 對那群女性來說 其實應該是沒有愛存在 純粹 性需要解決 這些感情生活 都不是好得多 今天娛樂新聞就先說到這裏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拜拜